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政府應該盡快推出更辣的防疫措施,否則確診數字一旦踏入三位數,會很難收拾。 你現在看到高雙位,昨天的初步確診超過50宗,所以今天一定不會少。 還有現在你確診到的個案其實是反映到他以往一兩星期前已經受感染,他在一個佔服期陸續發病被你找到出來。 所以如果不加勒,我相信那個疫情還有很長時間會爆發。 儘量減少人流在街,在室內,比如學校停科,居家工作,停那些室內大型活動。 因為如果你不盡快做,那你的旅遊氣泡和通關更加是很遙遠。